大家好 今天是2021年的4月18号星期日 习近平要温家宝闭嘴 差不多这意思 温家宝怎么回事 温家宝清明年前夕 他写了一篇文章追忆他的母亲 然后在澳门导报上发表 题目就叫我的母亲 现在在大陆被禁止分享 在微信上还可以搜索到文章 毕竟是温家宝写的 对不对 但文章的分享功能受限 仅限阅读 不支持转载 基本上叫他就别说话了 其实怎么意思 就这样 温家宝在文中描述了他自己心目中的中国 温家宝说 他说 我同情穷人 同情弱者 反对欺负和压迫 我心目中的中国应该是一个充满公平正义的国家 那里永远有对人心 人道和人的本质的尊重 永远有青春自由奋斗的气质 我为此呐喊过 奋斗过 就因为有这么几句话 其他的其实就注意他母亲的一些事 就因为这么几句话 反正随后他这文章暂时受限了 我相信以微信来讲 其实不敢对温家宝动手 如果没有上面的批准的话 我觉得如果要对温家宝进行这种闭嘴封口 我觉得最起码也要得到习近平同志的同意才可以 因为说实话 习近平最后线能够文文当当的上来 温家宝和胡锦涛真的是鞠躬尽瘁了 对不对 温家宝当时已经把狠话舍都喊出来了 对吧 要什么舍得一身寡 是不是 把狠话都喊出来了 要是没有胡锦涛和温家宝如此坚决的话 恐怕薄熙来拿不下 习近平能不能稳稳当当的 现在就是说站这个位置还不好说 但是在这种情况之下 还是就觉得温家宝是不是这么大岁数了 应该懂点事 有些话该说 有些话不该说 文章可以写 自己在家看看就得了 或者弄个跟任志强一样 弄个小范围的 大家传阅一下就得了 没有必要把他拿出来说 如果一定要说的话 你就说说你妈 不要讲你心目中的中国 你不要谈国家大事 好吗 莫谈国事 你已经退休了 一个退休小老头 对不对 虽然你曾经是当过国务院总理 但是你要记着 有两个字非常重要 知道吗 哪两个字知道吗 曾经 记着这句话 好吧 那今天就到这里 谢谢大家